今日,篮网球员欧文在本赛季第一次随球队进行对抗训练 这意外着欧文即将复出,帮助球队出战课场比赛 欧文在训练后也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欧文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自己各方面状态保持的都非常好,希望自己能帮助球队 而据最新消息,欧文或在1月6号篮网课场挑战步行者的比赛首次复出 这则消息对于篮网来说,无疑是令人为之振奋的 欧文的付出意外着篮网三巨头在本赛季终于要迎来完全体 欧文的实力无庸置疑,他能够在攻防两端帮助球队有着更好的轮转 其在球队的作用不言而喻,而篮网或许因欧文的回归 会成为整个联盟每支球队的噩梦 NBA评论员帕金斯在今天做客一档直播节目中也提到关于欧文的问题 他表示到欧文的回归对于篮网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他只能进行客场作战,但是这总比他一场比赛不能打要好得多 因为球队需要他,他非常有天赋 他可能会破坏目前篮网队目前所产生的化学反应 但是你还得需要他,因为他是无所替代的 球队有了他也能够为杜兰特和哈登减少压力 篮网目前的战绩依然高居东部榜首 在昨日杜兰特以及阿德也都解除了联盟健康与安全协议 可以代表球队出战,而哈登最近的表现也终于回到正轨 球队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欧文本赛季毕竟一场比赛都没有打 还需要在比赛中与队友进行磨合 但是欧文的付出绝对令篮网中将都欣喜不已 毕竟球队的实力又升华了不少 对于篮网球迷来说 暂且不管欧文回归之后的表现如何 仅仅只凭欧文能够回归赛场 就足以让球迷为之呼呼雀跃 再加速迷裂 再加速迷雾